来关心最新消息 云阳林县北港高中有40位学生 惊传一次是食物中毒 陆陆续续出现了发高烧还有腹泻的情况 紧急被送医急救 初步原因了解应该就是食物中毒或是病毒感染 校方已经赶紧全校消毒 而卫生学也正在调查原因 30多位北港高中的学生上午因为腹痛 上吐下血等症状陆续到医院就诊 所幸到了下午学生们都已经好转陆续回到学校 至于学生是否因为食物中毒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造成 目前还无法确定 大部分是射前尾的发烧 然后肚子都喉吐 有少部分是有拉肚子 下午卫生局的人员除了来采集营养午餐的检体之外 校方也赶紧进行全校的消毒 一开始我们是认为说食物中毒 那后来我们送医院的时候 医生的诊断说是疑似是病毒感染 北港高中是昨天下午两点多开始 陆续传出有学生腹痛上吐下血的症状 到今天上午仍有部分的学生身体不适前往就医 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仍有带卫生局进一步的调查 是什么问题造成价 这种状况 根本就这样碰不过 污染 感谢观看